我们来到了可伦宾野生动物保护区 这边是黄金海岸最大的动物园 然后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我们进去看一下 可伦宾野生动物保护区是一片原始林区 是澳洲最具本土特色的动物保护区 保护区里拥有最多澳洲独有的野生动物 面积超过27公顷 志愿者Ruf说保护区在1947年就建成了 希望让大众在最原始没有人为破坏的环境下 感受澳洲特有的大自然生命力 在这里我们可以体验喂彩虹鹦鹉 工作人员特别准备了成有调配好的营养奶奶 只要我们手上拿着圆盘 可爱的彩虹鹦鹉就会飞过来 站在你的手臂上肩膀上 我觉得这里的动物都被照顾得非常好 它抱着那个背影 你看它的背影完全不动了 和动物园的广告语get close一样 这的确是个能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地方 在这边走真的很舒服 因为陶拉有非常多的油加利液 然后油加利液的话就防蚊子防虫 就基本上我们在走的时候都很舒服 不会有蚊子 可伦兵不仅很用心地照顾很多野生动物 也医治了很多受伤的动物们 是公益机构动物医院 市民们如果看到了受伤的野生动物 都可以带过来 游客在这里的所有消费 都会被投入到照顾野生动物和这个公益医院 因此我的消费欲望 不然燃烧起来 用微博的力量支持这么有意义的保护区 热带水果世界位于冲浪者天堂和拜伦湾的中间 坐落于雄伟的古老火山遗址边缘 丰厚肥沃的火山泥园 孕育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果 谢谢 整个吗? 可以,我吃红色的 好的 酸酸的 哇哦,这一打开是清零的味道 这个直接就可以吸引它有味道 可以吸引虫子进来 然后完全不会把化学物质喷到树上 很棒 很好吃 在这边可以做派对 婚礼 黄金海岸范思哲宫店酒店 是时尚品牌跨界酒店的范例 它位于黄金海岸的主海滩区 酒店充满着范思哲经典的巴洛克设计元素 到处都可以看到范思哲的设计作品 仿佛走进了设计师的家里 在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玻璃台看日落 这里被孤独星球称为黄金海岸最美的海滨浴场之一 也是冲浪者们的度假圣地 我们来到了黄金海岸的海边吃海鲜 这一家叫做Rickshort 海边海鲜店 OK 我们入住在黄金海岸最后一家酒店了 是Vocal Vocal的位置非常方便就在冲浪者天堂 硬件和服务都很不错 我们今天来跳伞哦 现在是做题 加油 接着下来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跳伞时间啦 接着下来就是大家期待 Wonderful Yay 所以你再做一次吗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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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玩哦 我刚刚跟教练说这一边比我在美国做的那一个跳伞更好玩 这一边用很漂亮很漂亮的海景 韩板 Yay Woo Woo 哇 奔跑的彩犬 奔跑的彩犬 HIGHPY Yay HIGHPY 好难哦 HIGHPY 下一个我们初次体验的户外运动就是站立式滑奖 为什么要放几个东西 它的旗就是要帮助它 算是控制它的方向 对 然后也是方便你直线前进或是转弯 一个稳定的东西 我滑过农舟 滑过农舟 对 滑过农舟 对啊 你是不是那么厉害啊 是 滑完以后进医院了 来到黄金海岸必须要好吃海鲜 我们来到Jerry's海鲜市场 这里除了有超多海鲜 这市场最文明的就是每到中午一点半的喂糖鹅时间 第一次看到飞的糖鹅 好大只哦 这边的糖鹅都是野生的 每天中午海鲜市场就会将不用的鲜鱼肉鱼骨头 拿出来喂给糖鹅 不浪费食材 时间长了 糖鹅就会准时来到这边排着队等吃 大家喜欢我们分享的旅行和美食的话 一定要关注我们看更多美照和家常版花絮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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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